龟岛大战,草猫海子团大获全胜 虽说陆飞的武党确实很抢眼 但是要论其中最大的功臣 还是非所大莫属 今天带大家玩着回顾下 索隆在龟岛大战中的耀眼表现 来看看这位最强皇妇 是如何单挑两位四皇并打败大看板晋的 龟岛大作战一开始 索隆的目标就非常明确 秦贼先亲王直接拿下凯多人头 结束整场战斗 于是他登上雄宁 与陆飞、罗、基德、吉拉一起迎战凯多 凯多与大妈夹击陆飞 索隆在身后一刀劈开了普罗米修斯 这时警卫们斩火的招式被索隆偷学来了 就在陆飞、基德罗三个船长忙着搞笑的时候 索隆与吉拉先对凯多动手了 凯多抡起狼牙棒 索隆化身一刀绿光闪过 虽然砍中了凯多 但是砍得太浅了 并没有对凯多造成实质性伤害 船长们搞笑完了专心对付凯多 眼看一个个酷性的大招耗向刮沙 陆飞马上就要被凯多的热气给狙击了 索隆动手了 特拉仔虽然不是很情愿 但是为了顾全大局 还是招作了 罗伊屠宰场将索隆送到陆飞面前 索隆一刀将凯多的热气劈开 帅哭陆飞 然后罗又非常精准地 把索隆送到凯多的头顶 索隆举起研磨 鬼气在手中蓄力 大妈暗呼不妙 索隆根本不打算给凯多躲开的机会 凯多直愣愣地看着索隆 那把刀有点眼熟 凯多瞪了眼睛 卧槽 我好像出现幻觉了 那是光月玉田 索隆一刀削掉了跪到骷髅头的一根脚 并没有击中凯多 不过 却给凯多造成不小震撼 为什么那小子刀上有玉田的气息 大妈剑撞使用雷霆一击 有空中将索隆击落 接着爆发闪电风暴 索隆爬起来就跑 丝毫没有犹豫 但还是跑不过雷电 大家都被大妈的雷电击中 只有路飞因为果实特性 什么事都没有 于是路飞短暂挑起了大梁 独自对抗凯多 可在路飞狂欧凯多最happy的时候 四挡突然泄气 十分钟内无法再使用霸气 大把趁机一刀劈下来 还好索隆一个剑步 从火焰中将路飞扛了出来 凯多卷起龙卷风 索隆和路飞不幸被卷入其中 凯多冲过来一口吞了路飞 索隆大怒三刀在手 轨迹变化出一条巨龙与凯多对峙 索隆制造出了 几乎可匹敌凯多的龙卷风 砍上凯多把路飞救了出来 这时候凯多终于看清了索隆手里的那把刀 那是凯多一生无法抹灭的痛苦 那是玉田曾经砍伤自己的刀啊 居然用龙卷风挑战我 这是不知天高地厚 这男人间该死的胜负欲 凯多使用了加强版龙卷风 龙卷坏风 龙卷风中带着绿色的飞刃 索隆抱着路飞就跑 凯多接着又变成了更残暴的人兽形态 路飞还有一分钟恢复 索隆表示 老铁交给我 吉拉兹高奋勇打头战 结果被凯多直接秒杀 大妈忍不住动手 罗用屠宰场把路飞和索隆移开 刚刚好过了一分钟 路飞恢复状态 刮杀无人组再度一起动手 大妈一招雷霆风暴 无人组全部齐刷刷的躺在了地上 大妈与凯多并肩站在一起 简直如同地狱里的煞星一样 两个四皇同时举起武器 打出了全场最强大招 威力如同彗星撞地球 就算是罗的能力 也没办法在这一瞬间转移所有人 眼看就要被团灭了 索隆直接冲上去 挡在最前面 索隆硬刚两个四皇的大招 这一档直接奠定了最强皇佛的位置 索隆舍命相抵 成功地化解了这场危机 但是代价却是身受重伤 路飞见索隆手上 勃然大怒与凯多拼命 很快就被凯多打倒 接着凯多和大妈又一起动手 刮杀无人组又一次差点被团灭 凯多鄙视地看着路飞 行不行啊戏狗 凯多手中的狼牙棒迸发着闪电 他准备对路飞下死手 索隆再次站了出来 等一下 既然你要招待我们船长去地狱 那也带上我吧 凯多直接一棍子砸下来 路飞站出来替索隆挡了一击 继续与凯多周旋 罗和吉德互相对眼 默契配合 将宙斯关进了小黑屋 索隆与吉拉一起发力 砍了普鲁米修斯和拿破仑 接着罗使用指挥棒技能 用石头把大妈砸出去 索隆冲过去 一刀把地面展开 大妈脚下没有落脚之地 直接坠落归岛 普鲁米修斯急着去救大妈 索隆追的屁股后面砍 罗不禁感叹 索隆到家的真是个爷们儿 吃下四皇那一招还能继续战斗 简直就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这时凯多摆脱路飞 赶来解救普鲁米修斯 罗一眼睛手快 一开索隆 短时间拖住凯多 普鲁米修斯趁机飞下归岛 救回了大妈 而后索隆拔手刀又对准了凯多 接下来就是自己的极限一击了 无止境的战斗只是在消耗 这招没用的话 我的死期也就到了 之后的事就交给你了 索隆叫住凯多 试出了大招 化身三头六臂的索隆 与凯多对砍 一番较量 凯多胸前的旧伤被索隆砍得飙邪 索隆也摇摇欲坠了 凯多摸着胸前的伤口 不可思议的看着索隆 你小子莫非也有霸王色 索隆表示 自己可不记得有这种东西 不过这已经是自己的最后一击了 强如修罗的男人 跪了 凯多表示 你小子能留下这道伤 够你吹一辈子了 凯多走向索隆 罗要动手支援 凯多一个雷鸣八卦 瞬间秒了二人 可惜 要是跟着我一起 就能夺取世界了 索隆的穷顶之战就到这里 接下来把舞台交给路飞 索隆暂时退场 罗将索隆带到穷顶之下 交给山智 山智随随便便 睡一觉就好了 之后 毛皮足的羊羊医生 给索隆来了一针 超级肾上腺素 索隆立刻变身成为猛男 此时 山智正一个人 苦苦应对 奎隆和晋两大看板 从奎隆和晋的视角来看 山智渺小得像个蚂蚁 同时和两个皇甫打 属实很吃力 小马哥帮助山智扛了一会儿 但因为体力不足 无法坚持太久 就在危机之时 小马哥直接投降 我已经尽兴了 就到此为止了 奎隆一发M87光线 打向小马哥 小马哥淡定的 弗勒夫眼镜 索隆从他的身后 一跃而出 一刀便将奎隆的M87光线斩断 他来了他来了 他带着砍刀走来了 猛奈启动 索大降练 金手臂爆发出火炎 背后的黑翼张开 索隆备好三刀 准备迎战 奎隆发射出激光 索隆与山智化身 红黄两道光 分别迹象近和奎隆 皇妇之战正式打响 索隆率先向晋 发起攻击 金手中的长刀突然变化 离人变成锯齿 锁住了索隆的斩刀 索隆来不及抽身 金稍稍扭转刀刃 并将索隆手中的两把刀弹飞 接着 金拳套上弹出某钉 一拳将索隆打退 金并非是单纯的剑士 而是个全方位选手 索隆拿起烟魔指向晋 虽然索隆只有差不多 晋的膝盖那么高 听起来却毫不弱势 与金对抗 有来有往 金还不以为然 因为在他的心中 大干板是无人可以战胜的 无论打多少次 结果还是一样 可是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一浪更比一浪强 金并不想给索隆喘息的机会 大剑轮的直冒火星 索隆甩住剑锋 金举刀防御 剑锋与令人摩擦 发出刺耳尖叫 金击破了剑锋 索隆技能连发 360反倒风砍过去 削掉了金面具上的一个脚 金显然震惊到了 不止震惊 而且有一种气质大如涌上心头 金的眼睛瞪出了红血丝 恶狠狠地盯着索隆 索隆还以为金痛得大叫 面露疑惑 那根刺儿连着神经嘛 金被索隆嘲讽了一波 非常愤怒 全身燃起了大火 变身无耻翼龙人兽形态 而翼龙的翅膀 发射刀锋攻击索隆 小诗伸手后 金给索隆表演了一段射会摇 一边摇一边发射刀锋 针究索隆一百年 没想到高冷的面具下 还有一颗斗逼的心 金的无差别攻击 让同一层的奎音遭了殃 一刀劈在奎音的大钉上 给奎音开了眼 索隆挥刀防御 但这个刀锋鱼 让索隆无暇招架 被金打出场外 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弗兰奇的怀里 弗兰奇吓了一跳 弗兰奇表示愿意帮忙 索隆微微一笑 不用 让我独享经验 金迈着沉着有力的步伐 向索隆走来 索隆架起刀来迎敌 索隆双刀砍下去 仿佛砍在了世界上 最硬的钢铁上 一番火花四剑 金再次以力量为优势 将索隆击飞 索隆撞碎了墙壁 飞出骷髅宅底 金也跟着飞出来 冲破浓烟 意图将索隆撞出归岛 索隆在空中一个漂亮的转身 索隆用刀猛批空气 利用着强大的力量 反弹回了归岛上 虽然我并不认为 索隆掉下归岛会摔死 但是他一定找不回来 金飞向空中 索隆向他飞奔 金空中挥下一剑 重注压在索隆之上 接着金变身异龙形态 身上燃烧着不祥的火焰 从空中俯冲向索隆 以雷星战机一样的战斗方式 空队地向索隆无情扫射 这时索隆接到山智的电话 山智告诉索隆 如果自己变得不正常了 就杀了自己 索隆表示 这一下就燃起来了 为了能切除宰了色厨子 也得干掉金 从这场大战中杀到最后 金府中下拉 用尖锐的猿猛戳索隆 火焰包裹着二人 索隆猛甩双刀 将金暂时击退 近在空中盘旋 索隆喘着粗气 不知道 这大鸟又要使什么奇葩招式了 果然 高冷静再次暴露斗臂的闲置 使用了表情包技能 只见一龙形态下的金 边盘旋在上空 边用一只爪子 拉着脑袋向后猛后 整个脑袋都被豪变形了 索隆也震惊了 这家伙比陆飞还要扯淡 豪那个机关子 变成一堆shed 这次到底想干什么 金将机关子扯到极限处 突然放手 脑袋像个弹弓一样 一条黑色的光速 以极怪的速度射下来 整个地面被射出了一个大坑 索隆惊呼 虽然看上去很耳鼻 但是这招的威力也不容小视 简直和镭射光速一样 金认真的告诉索隆 在很久很久以前 无耻翼龙就是这样狩猎的 了解无耻翼龙和不了解 无耻翼龙的都沉默了 有些读过书的小伙伴 可能要说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对此金认为 人和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 龙和龙的体质也不一样 索隆愣了半天 果然 有卧龙的地方必有凤雏 近代空中划上雷霆战机 又是一顿空对地扫射 索隆一边奔跑 一边集中生智想办法 必须得把金打下来 否则自己也只是一味的被消耗 经过一番细心的观察 索隆发现 金的后背一直燃烧着火焰 美文化的索隆很疑惑 难道燃烧的背部 也是无耻翼龙的特征吗 金诚恳地告诉索隆 不是 金呼啸而过 索隆站稳脚跟 架起三刀 今天 非把你打下来不可 只见索隆身上燃起鬼气 大地都承受不住 索隆鬼气的风牙被压得粉碎 强大的鬼气变化成一条紫色巨龙 索隆挥舞三刀 带起了巨大的龙卷风 龙卷风将金包围其中 金用两扇好像贴板一样的翅膀 保护住了身体 扛下了刀缝龙卷 索隆意识到是有蹊跷 这家伙简直出奇地扛揍 所以恐龙都是以扛揍为卖点吗 金还是很诚恳地回答索隆 恐龙确实扛揍 不过 自己要比一般的恐龙更扛揍一些 金抽出大砍刀 举高零下 一刀劈下来狠狠压在索隆的刀上 用刀一决胜负吧 两人鄙视一番 金属摩擦的坑向盛不绝于耳 索隆一边和金对砍 一边思考着刚刚的战斗 在刚才的一番战斗里 自己的招式确实砍中近好多次 然而这家伙连一滴血都没流 索隆分析 金不是人类物种 肯定是某个自己不知道的种族能力 金一刀将索隆砍飞 索隆倒地的瞬间意识到 必须得解开有关技能的谜题 否则肯定赢不过这家伙 索隆倒在地上大口大口的喘气 突然耳边传来三维线的声音 手中的炎魔悄悄燃起鬼气 突然鬼气大开 吸走了索隆右臂上的武装侧霸气 把索隆粗壮的手臂超成了杆着 三维线的声音越来越急促 索隆站起身 释放更多的武装侧霸气来对抗炎魔 索隆顽强的对抗 终于暂时将炎魔压制住了 金在一边看热闹 朝服索隆和自己的刀出了内讧 金再次冲击 与索隆对砍起来 索隆躲开劲的斩机 接着双刀一挥 直去劲的喉咙 刀砍上去 比砍在当年CP9的铁块上都镇守 这触感 仿佛劲的身体根本不是血肉之虚 金一拳将索隆放倒 他看出索隆眼里的困惑 在百株海维团面前 不应该有困惑 否则 百株海维团 这个名字不是白叫了 为了跟索隆解答疑惑 近张开双臂 给你一个机会 随便卡 砍死了算我的 索隆大怒 太瞧不起人了 他跳起身来 一刀刺向进的腹部 金面不改色 一声巨响 索隆被炸飞 爆炸威力之大 让索隆这等角色都心有余悸 他感慨 如果刚刚的武装色慢了一步 自己就死了 可是奇怪的是 进去什么事都没有 索隆受起刀 与今对视 几秒钟 索隆动手去拔刀 索隆这充满自信的一刀 直接劈了进的面具 但进却还是一点事没有 刚刚自己那一招 明显已经是大招了呀 索隆回头一看 就变成了大伙弹弓 夸张的耗着自己的脑袋 索隆转身准备迎敌 耳边又传来了三位线的声音 手中炎魔再次起了反应 在这生死关头 把索隆的胳膊戏成了戏狗 竟发射出雷射光一样的黑色攻击 以光速一样的速度冲过来 划上了索隆的腹部 索隆被打下轨道 在空中一把抓住三代鬼车 那是自己拥有的第一把妖刀 人人畏惧对付妖刀 索隆总是无所畏惧 连飞车都说 三代鬼车的样子变了 看来是遇上了好件事 三代鬼车是飞车的作品 而河道一文字与炎魔则出自双月耕三郎之手 这个名字是不是很耳熟 耳熟就对了 索隆的师父叫做双月耕四郎 索隆在空中紧紧抓住三代鬼车 近一遇风而来 一脚将索隆炫飞 索隆起身 看见了插在面前的河道一文字 刚从飞车那里得知 河道一文字身世时 还没反应过来 现在想想简直细思极恐 为什么河着过的刀会出现在东海 索隆拔住河道一文字 与杀过来的劲对劈 索隆在劲的一片枪林弹雨中 夺过持续释放鬼气的烟魔 升级的回忆涌入脑海 那时候村里有个老头 长得好看又善良 老头经常坐在海岸边 现在想想 自己好像从来不知道老头的名字 13年前在一心道场 索隆总是和师父的女儿古伊娜比试 但是经常打书 有一天 索隆跑去海边找奇怪的老头诉苦 老头交给索隆一个振奋人心的口号 舍名制 索隆反问老头是不是武士 因为道场里的人都这么说 老头深吸一口烟 让他们闭嘴 不然海军现在就要冲过来了 再多的话 老头就不告诉索隆了 索隆为了打败古伊娜拼命的练习 老头看索隆如此可较言 送给他自己亲自锻造的两把刀 以自己目前的能力 也只能锻造出这种炖刀 但索隆很是开心 他教导索隆 刀是用来战斗的武器 是为了杀敌而诞生的 刀将为了让刀能战胜敌而锻造刀 刀也有自己的性格 而让刀服从自己的人 就是见识 危险的刀就是妖刀这说法 简直愚蠢 那是明刀 因为弱者害怕他 所以才叫他妖刀 老头回忆 自己年轻时锻造过一把刀 那是在人生中最好的一把刀 性情十分认真 只要拿在手里 就能感觉到寒气四溢 我用地狱大王的名字 命名了那把刀 索隆睁睁地看着眼前的炎魔 地狱大王 不就是眼前这把刀吗 那个奇怪的老头 一定就是双跃耕三郎 事实的确如此 那个村子的名字就叫双跃 老头的去世那天 索隆才知道 那个人是古伊娜的爷爷 后来索隆还听说 村子是海贼建立起来的 天狗飞车说过 双跃耕三郎是五十多年前 非法出国的男人 名将双跃耕三郎 索隆的事业 他告诉索隆 明刀会观察人类 他们会选择自己看中的见识 想到这些 索隆认为 炎魔是在试探自己 当他再次拿起炎魔的时候 感受到了炎魔耿直的性情 他没有恶意 只是自己太弱了而已 莫非玉田以前就是这样 一边被炎魔吸收霸气 一边倾诉作战吗 那也太厉害了 索隆思考着如何应对炎魔 持续释放大量霸气 可是会死的 索隆突然爆发霸王色霸气 放倒了一众小兵 尽小小的吃惊一下 怎么你也想成王吗 金与索隆迎来最后大决战 索隆与晋一通对皮 他用刀砍中了晋的腹部 但是晋依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晋化身雷霆战机 空对地扫射索隆 索隆一边跑一边思考 可恶 偷豪羊 要找脑子了 斩机可以击中 但就是无效 你说气不气 不过索隆坚信一点 晋不是无敌的 一定可以砍上他 晋化身陀罗一样袭来 索隆压低重心 躲开晋 接着跳上高处 由上而下砍下来 晋的面具被劈开 鲜血流了出来 索隆证实了自己的猜想 当晋背后的火焰消失时 他的速度会提升 但是防御力会下降 周围的小兵看见晋的真面目 吓得目瞪口袋 黑色的翅膀 白色的头发 褐色的皮肤 只要告诉政府 就能得到一亿卑利 不得小喽喽们说完话 晋一箭斩过来 小喽喽们化成了骨灰 索隆对晋的种族 也有点好奇 晋一把扯下面具 你个将死之人 知道了又能如何 连而又是一统激战 索隆只想 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拖得太久 眼眸要把自己的霸气吸干了 索隆用刀指向晋 晋表示 能动手就别吵吵 凯多才是成为海罪王的人 索隆不多废话 直接害打 晋也不敢下风 轮起大宝剑冲来 这个世界只需要一个王 接招吧 罗罗诺亚 索隆在空中后翻躲开 晋举高灵下 一刀劈下来 把索隆压在地上摩擦 晋的刀显出锯齿 索隆爆发更强的力量 这次他不会让晋 夺走自己的刀了 僵持一阵后 两人双双弹开 索隆的身边突然出现火线 晋以极快的速度袭来 索隆判断 晋后背的火一定是灭了 此时不堪更待何时 索隆挡下晋的一击 翻手就是一刀 一刀劈下去 晋从下巴到腹部 留下了一道长长的血痕 晋圣诺 轮起大刀砸向索隆 索隆再次使用击虎兽 晋硬扛下来 本来他应该是不会被砍伤的 但是从心理上 晋显出了畏惧 他害怕被索隆砍中 晋轮出大宝剑将索隆甩飞 接着 展翅翱翔飞向空中 火焰在晋的身边 形成了某种结界一样的东西 火焰卷起飞风 强大的压迫感 逼近索隆 索隆毫不畏惧 直接冲向晋 晋发出一束火柱 火柱经过结界加成 变成了一道能量炮 接着化成数条火龙 咆哮着向索隆扑来 索隆顺着火龙一路盘登 一边砍 一边向晋的方向冲来 晋大吼一声 也使出了终极大招 火龙扑向索隆 索隆则化身 屠龙勇士 刀光从空中划过 火龙消散 紧喷着血 从空中坠下 带着遗憾和悔恨落败 索隆则由火焰中重生 又挠他 穷帝外的皇甫之战 胜者索隆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下一期山制片 我们下期内容 再见 鬼岛大战 索隆功不可没 然而同为陆飞手下的大将 山智的表现就差强人意了 今天来完整复发下 山智在归岛大战的贡献 陆飞一会攻进归岛时 就看到陶之柱 被百出孩子团 抓住吊起来势众 小忍尝试营救失败 山智看准机会 利用隐形黑战斗服 进入隐身 砍断了铁链 救死陶之柱 金剑装一脚炫过去 山智以踢剂回应金 并现出真身 金一把抓住山智的脖子 山智将陶之柱 丢陷小忍 接着征脱了劲 金试图追杀陶之柱 山智在战斗服的加成下 速度提升数倍 与金在空中对提 山智隐身 瞬移到进身后 又是一脚 被金防御后 山智加速后撤 跳到空中 以重力加速度 发射流行梯 没想到 还是被金扛住了 金抓紧山智 将他丢出去 变身无耻翼龙 与山智展开空中追逐 隐形黑战 也让山智 网如超人一般 在空中快速穿梭 金以更快的速度 在空中围追堵截山智 用巨大的会议戳中山智 从空中急速俯冲 这一招下去 金有把握 直接把山智裂成两半 山智被金重重的 撞击在地面 但金显然低估了 杰尔玛科技的硬度 这样俯冲撞击 山智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那个鸟人 还以为肚子上 要开一个洞了 这战斗服 真是结实的让人火大 大混战开始 陆飞向金人们等人 所在的穹顶方向狂奔 山智与盛平 互在陆飞左右 在经过第三层楼的时候 山智的健文色霸气 感知到女人在呼救 他紧急刹车 向船长报告 有重要的事情做 接着便咆哮着 向女人的方向狂奔 山智跑到 由女人呼救的房间 一脚踹碎了木板墙 结果一头撞在了 黏糊糊的蜘蛛网上 山智还没弄清状况 就挨了两拳 山智一直到是陷阱 但他却松了一口气 原来是假的 这样无辜的女性 就不会失身了 这里是凌空六子 黑玛丽亚的公馆 山智跌入了 黑玛丽亚的陷阱之中 山智抬头 看见了又大又美的黑玛丽亚 眼睛都直了 不过山智很快就注意到 阴暗的角落里 几具被蜘蛛丝缠住 浑身是血的男人尸体 这里是个盘丝洞啊 黑玛丽亚戏虐的看着山智 好像山智是什么 小巧有趣的手伴 山智试度逃跑 黑玛丽亚用蜘蛛丝 缠住山智的双腿 山智坚持要离开这里 不过 山智可都是女人啊 不管是人是妖 不管没丑 总之都是女人 不是那胡子拉叉的人妖 这里简直就是 山智心中的天堂 山智嘴上说 自己绝对不会留在这里 心里却在竭力呐喊 我有空 我要永远留在这里 黑玛丽亚一眼就看出来 山智嘴上说不要 身体倒也诚实 山智表示 你看人真准 不过 在关键时刻 山智还是用理性战胜了本性 他身上燃起热情之火 烧掉了蜘蛛丝 转头就跑 我也想留在天国啊 再见了美女们 黑玛丽亚扔出蜘蛛丝 阻拦山智去路 女妖精们纷纷围上来 山智奋力抵抗 黑玛丽亚一语击中山智软肋 来吧 对女人肆意使用暴力吧 想出去的话 很简单 山智坚持不肯踹女人 就算是死在这个地方 问出罗宾的下落 山智自然不会出卖同伴 于是黑玛丽亚命令手下们 对山智进行殴打拷问 山智被一群女人 像踢球一样踢来踢去 然后 一群人围着山智 一顿无情铁脚 把山智踢晕了过去 等山智再醒来时 已经被绑在了蜘蛛网上 黑玛丽亚在她的正对面 微笑地看着她 山智的弱点 已经被黑玛丽亚摸透了 对男人无所畏惧 对女人无法出手 山智注定要蛇在这里 黑玛丽亚换来 凯门恶女 她可以将山智的话 传到整个鬼之岛 只要能把罗宾叫来 黑玛丽亚就保证会放了山智 山智问黑玛丽亚 准备对罗宾讲怎么样 黑玛丽亚表示 倒也不会怎么样 无非是废弃手脚 躲弃自由 让罗宾成为真正的工具人 见山智仍然不屈服 黑玛丽亚急着去处理 起义的武士 所以必须迅速解决眼前的事 她布置了天罗帝王 等待罗宾自投罗王 然后带上知火 对着山智一通重拳出击 来吧 求救吧 我还有事呢 山智在痛苦中 回忆着和罗宾讲的甜蜜时光 周围的妖精都感动得都哭了 这个男人一定是不想让同伴涉嫌 打算就这样不声不响的牺牲 太硬了 太爷们了 你 我的英雄 我愿称你为真正的男子汉 山智叫停了黑玛丽亚 周围的人以为他要说 去死吧 这类的英雄发言 然后慷慨赴死了 妖精们脑补了一场 感人替零的英雄大剧 不想山智深吸一口气 开口极高能 原来人家本来是打算求救的 被黑玛丽亚一直殴打 连求救的时间都没有 罗宾讲 你要是不来的话 我就会被杀掉 山智的求救声 传遍鬼岛各个角落 在山智喊话声刚刚落下的时候 罗宾已经站到了青龙门外 山智 快说你想活下去 没想到黑玛丽亚出尔翻尔 他压根就没有打算放走山智 山智表示 滴水入大江这种事 我就不做了 而且 我属于天下所有的女士 并非你一人独享 黑玛丽亚准备再次对山智下手 罗宾直接一个大嘴巴 狠狠抽了黑玛丽亚的一耳光 布鲁克潇洒登场 黄泉的寒气 冻结了蜘蛛丝 一箭斩碎了 山智身上的束缚 有了罗宾和布鲁克在这里 山智可以放心的去进行下一个任务 在这个又是天堂 又是地狱的地方 山智看不见自己的胜算 表演层 乔巴腹背受敌 被奎英和佩罗斯佩罗前后夹击 就在奎英准备 对一百贝利的团宠下杀手时 赤热烈焰爆炸时飞出来 火珠印在奎英的脸上 山智一脚将奎英的脑袋 踢成了直升机 看奎英原地升天 山智潇洒的点燃一支烟 将索隆交给了乔巴 山智在与奎英交战过程中 得知奎英以前和佳志是同伙 同为疯子科研团队的成员 奎英本身也是改造人 好像除了脑子 全身都被改造过了 奎英的身体充满了科技感 也耐揍了许多 奎英向山智发射雷射光波 并试图迫使山智 使用文斯莫克家族的战斗服 山智跳上空中 一脚踢翻了奎英 静突然出现一刀斩过来 山智一人对战两个皇妇 被迫打了一把高端局 真正实力也得到了印证 就在山智头大的时候 索隆终于重返战场 帮助山智分担了劲 山智可以专心致志的对付奎英了 不过 这时山智发现了身体的异样 在第三次穿过战斗服之后 身体变得奇奇怪怪 不过 现在没时间去想别的事情 还是要全身心投入到战斗中才行 奎英证实了 山智脚上的火焰 并非皮肤特效 是真的在着火 山智表示 我的热情就像一把火 甚至比火的温度还要高 山智冲上去 框框给了奎英两脚 奎英发射极光束 追着山智打 奎英连续发射三束光线 山智灵活躲开 奎英驱动巨大的神区 给了山智几下重击 山智暗道不妙 吃了这几下 估计肋骨要断了 结果他一抹胸口 回去上下没有任何问题 不是肋骨断了 是买的外挂倒货了 奎英继续痛扁山智 他要求山智 务必展示一下尖马的战斗服 快穿上战斗服啊 文斯莫克 奎英甚至低声下气的恳求山智 他想不明白 看看又不犯法 为什么山智就是不肯展示呢 愤怒的山智直接一脚 踹在奎英肥大的肚子上 奎英像个肉球一样滚了出去 不过 他只是稍微休息了一下 又毫发无损的站了起来 那我也让你见识一下 我改造恐龙的真本事吧 支配了世界一亿多年的王者的力量 奎英营造出了最恐怖的气氛 打出了最搞笑的招式 脑袋和身体无为何感分离 恐龙变身大蚯蚓 趁山智蒙蔽将它死死缠住 这句话好耳熟 和那个把脑袋当弹弓的无耻翼龙 有异曲同工之妙 山智也是触及了志士盲区 奎英说什么就信什么 奎英将山智死死缠住 山智心痛到无法呼吸 人类的身体是扛不住这么大力量的缠绕的 就算是武装色达人 在这样的压力下也会粉身碎骨 肉脏破裂 山智发出惨叫 奎英表示 如果山智可以展示杰尔玛的科技 倒是可以考虑放开他 山智誓死不从 奎英用了更大的力量 并拿出导弹威胁山智 只要大看他的名字 他就会朝着山智的脑袋飞来 然而导弹飞来却直接命中奎英 意在奎英真的太可怕了 被导弹连续两次击中 受到重创放松了身体 山智终于得救了 不是我太优秀 全靠敌人衬托 不过通过刚刚的绞杀剂 奎英确认山智已经没有可能活着了 就算还喘气也必然是半身不随 乔八让山阳使用索隆同款超恢复药剂 对山智进行抢救 然而 这时山智在众人差异的目光中慢慢站起身来 只不过身体像丧尸一样扭曲得没有人性 山智只是感觉身体很痛 使用起来有点奇怪 不过看来还能行动 乔八大惊 山智表示无妨 奇怪的地方掰过来就好了 身体扭曲的部分悄悄打打 自己也就恢复了 简直就是医学和生物学上的双重奇迹 山智也发现了异样 我的身体怎么了 等一下 山智突然瞪大眼睛 他想起了他最不愿意想起的人 自己的三个兄弟 不会吧 我变得和那些家伙一样了 刀枪不弱 超强恢复 山智呆住了 奎英趁机抡起砍刀 对着山智的脖子狠狠砍下去 奎英的砍刀应声而断 山智只是脖子扭了一下 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奎英冷汗都出来了 想自己也搞改造人研发 也有多年 从未见过如此夸张的人体构造 山智却并没有因为 自己有这的能力而高兴 反而心生绝望 他想起了讨厌的父亲 想起了讨厌的兄弟 奎英大呼牛逼 不愧是杰尔玛的科学力量 比特工的铁块还厉害 奎英记得多年前 甲智就说过 赋予人类外骨骼 异常的恢复能力 无暗力 以及毫无感情的冰冷之心 山智越想越害怕 奎英说你别扯了 你已经是怪物了 欢迎来到怪物的世界 奎英向山智发动激光扫射 山智努力回想自己 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生异变的 等一下 难道是因为穿了战斗服 激活了身体里的血统因子 山智盲目狂奔 甚至没有听见女士的呼唤 等他回过神来时 女士已经尖叫一声 倒在地上 头上都是血 山智想要上前抚慰 女人却惊恐的看着山智 然后哭着跑开 山智一路跟着女人来到一个房间 这里还藏着其他的舞者 舞者们见同伴被打 十分气愤 任凭山智如何解释 他们都不肯相信山智的话 认定山智就是伤害女人的凶手 将山智给赶了出来 被人当作是伤害女人的凶手 比杀了山智还要让他难受 山智垂头丧气的走出来 遇上了奎英 奎英嬉皮笑脸的和山智打招呼 你小子怎么如此失落 是不是因为青龙没有开门 山智没心情理会奎英 一提到打女人 他就想起了自己的人渣兄弟 他努力回忆刚刚发生的一切 他只记得自己一边跑一边陷入思绪 回过神来的时候 女人已经被打飞出去 溜着血 胆怯地看着自己 难道真的是自己 无意识当中动的手 鲁飞啊 你喜欢哪一个我呢 是至今为止 遇到女性敌人就束手无策 抗不住的人类的我 还是冷酷无情 但是连奎英这种怪物也能击败 只要被命令 无论谁的人头 都能拿下来的科学战士 哪一个才能帮上海贼王呢 山智默默逃出尖马的战斗服 奎英兴奋地大叫 山智却一脚将其踩爆 永别了尖马 永别了女澡堂 山智在动手前 特意打给索龙 他交代索龙 如果决战之后 自己变得不正常了 麻烦动手杀了自己 索龙表示 还有这等好事 那我就期待大战结束了 你小子可要好好活到那个时候啊 山智刮断电话突然加速 以极怪的速度行动 造成了隐身的视觉假象 山智一个飞踢 将奎英庞大的身躯踢翻在地 奎英爬起身 在你临死前 让你见识见识 我的科学吧 文斯莫克 奎英从双眼中 射出火花 一顿狂轰乱炸 山智愣住 这不是火花红一致的招式吗 接下来 奎英分别展示了 尼致的电机栏 永致的脚盘绿 山智以钢铁之躯 与奎英对路 奎英洋洋得意 截尔玛的科学 我早就调查清楚了 你们兄弟的招式 我也都能复现 本来奎英想等着 山智变身后 才展示这些的 因为他曾经和加智是对头 他想要打败 穿上战斗服的山智 依此证明 作为科学家 自己要比加智优秀 奎英轮起山智 狠狠砸向地面 山智一脚踢开奎英的爪子 接着一脚火焰飞脚 踹飞了奎英 而奎英还留了 最后一个杀术简 就是山智的隐形黑 进入隐身模式的奎英 潜入山智的身后 准备偷袭山智 山智以瞬一样的速度 消失在奎英视野中 奎英吓了一跳 不过 他知道山智 以速度制造的隐身假象 用不了多久 就会耗尽体力 只要自己一直保持隐身 山智一出现 就立刻解决它 完美 山智一边高速移动 一边感知奎英 奎英这么大的体型 居然能完全隐藏气息 这时 山智看见一只老鼠跳出来 这只老鼠 就是刚刚那个 无者女人的宠物 女人从废墟中跑出来 寻找小老鼠 奎英一看见女人就怒了 原来 刚刚奎英在四处 搜寻山智的时候 刚好碰到这个女人 阿冉 这个舞者本来奎英 是非常喜欢的 这天归到庆典 奎英点命让阿冉做陪 阿冉却以身体不舒服 拒绝了奎英 这不是生龙活虎的吗 奎英愤恨的握紧了拳头 不可原谅 对我说谎 至今还拒绝了我几十次 接受天罚吧 气愤的奎英 在隐身状态下 当着山智的面 将女人打倒在地 此时 山智也终于想明白了 事情的前一后果 他妈的 会隐身的可不止我一个呀 奎英这个人渣 山智从屋顶加速浮衷下来 外骨骼力量速度 这些是杰尔玛血统因子 附下的力量 以外骨骼和物装色霸气 结合起来 就会让自己的角力更强劲 可以承受更高的温度 男人不能打女人 这是从恐龙时代 就定好了的事 山智用蓝色火焰的风角 炫飞奎英 接着就是一套闪电五连变 奎英真是耐揍 慢慢趴起身 还有精力嘲讽山智 可是这些嘲讽 已经无力击到山智了 无论身体如何变化 我就是我 海上一流的厨师 草帽一伙的黑足山智 未来海贼王的副手 还没收尾呢 就算是人渣 我也会把你料理得很美味 山智脚上燃起蓝色火焰 奎英用极光连续射击 山智躲开极光连续飞踢 打得奎英无还手之力 山智稍微往后拉一下距离 等待技能CD 山智终极一角 踢爆了奎英的狗头 将奎英庞大的神区踢下轨岛 库罗穹顶 左脑塔 花界之战 胜者 山智 本期内容就是这些 逼着将继续为大家 树立轨道机场代表性的战斗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轨道大战 两位四皇结成同盟 虽说陆飞单挑凯多 赢得胜利非常抢眼 但是 罗和继德 则二人合力干掉了大妈 也是功不可没 如果没有将两位四皇分开 那么陆飞一伙必输无疑 今天就来给大家回顾 罗和继德 两人在整个合制国篇章的经历吧 合制国篇章刚开始 罗就在等待着战斗号角的响起 突然 飞伯等人急匆匆赶来 罗料到 塔玛露飞已经到达合制国了 不慌不忙的爬起身 准备去会合 随之 飞伯向罗报告了一个 十分糟糕的消息 塔玛露飞和索龙进了伯罗镇 罗直接跳了起来 这是人从家中做 或从天上来 这两个家伙 一定要闯祸了 当罗几人赶到伯罗镇的时候 陆飞和索龙 也在这里 也引起了打骚乱 百出海域团真打霍金斯 带着一队人马 正向伯罗镇赶来 伯伴侠儿刚进入伯罗镇 就被罗拦住了去路 为了潜入计划顺利进行 罗决定 在这里将霍金斯抹杀 因为霍金斯认识卢飞等人 势必会向凯特报告 罗刚一展示身手 霍金斯就知晓了他的身份 并立刻猜到 罗和草帽团达成了同盟 罗顺移到霍金斯身边 一刀斩下了他的脑袋 不出所料 霍半仙以稻草人替身 将伤害转移 罗又尝试注射攻击 结果 还是伤不到霍半仙 霍金斯用稻草之刃 取了罗的头套 两人对峙几秒 罗立刻就想到了 制裁霍金斯的办法 他用果实能力 将霍金斯的替身 全部斩断 霍金斯露出惊慌神色 罗微微一笑 顺一致霍金斯面前 一刀砍过去 霍金斯忙举刀招架 完全没有了 刚刚嚣张的样子 罗面露得意 只不过是 威胁你一下罢了 仇给你吓的 霍金斯接受了 罗和路飞等人的 同盟计划 这下轮到 罗的脸色不自然了 这时 霍金斯接到电话 真打霍尔德摩 已经被干掉了 消息传到了杰克那里 恐怕要不了多久 凯德就会知道 罗的内心是崩溃的 然而更崩溃的 来了 之后突然传来嘈杂 索隆和小菊 驾驶着再满食物的宝船 正向这边驶来 这下 什么计划都成了狗屁 罗气得跳脚 通常宝船 抓住索隆的衣服 想要大发脾气 索隆的眼神十分无辜 可也许在想 克拉仔是不是迷路了 想和我问问路 罗严厉的指责索隆 不按照计划行事 现在搞得满城风雨 索隆一脸无辜 不怨我 一切都是陆飞惹的货 罗稀里糊涂的 跟着索隆来到简陆村 看着村民们 将宝船上的食物分光 随即路飞赶来 带着抢来的纯净水 分给大家 看到路飞的一刻 罗的火气也消了 没想到 竟然会以这种方式会合 看来潜伏计划 已经完全失败 接下来 就准备硬切 白猪海豚团的报复吧 为了暂时避开 白猪海豚团的锋芒 罗带着大家 来到山顶的 玉田城遗址避难 在玉田城遗址里 路飞竟然与景运门 山至纳梅等人重逢 大家制定了 讨伐凯多的计划 没过多久 凯多来袭 路飞行动起来 罗试图阻止路飞 但最终没能阻止 这头绝驴 路飞在伯罗镇 与凯多展开战斗 罗看着路飞 封口给凯多刮杀 惊掉了下巴 路飞被打败后 罗试图将路飞救走 结果被霍金斯 用海螺石的钉子击中 罗只感觉身体一软 眼下不是和霍金斯 硬碰硬的时候 另一个卧龙凤厨 万磁王 尤斯塔斯基德 基德在监狱里 和路飞展开了 男人间的竞争 有了路飞的加入 基德枯燥的坐牢生活 变得趣味十足 基德与路飞二人 一段兔景监狱 陷入粮食危机 还收拾了河马看守 大闹一番 在兔景 对看守出手 可是重罪 然而基德却一点不在乎 这一战 让基德和路飞 成了兔景的英雄 之后的日子里 路飞老老实实的 在监狱里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这是香喷喷的糯米团 而基德则悄悄上演 消声可得救赎 连夜挖地洞 越雨溜了 失去了路飞这个累赘 啊不 在这个盟友之后啊 罗与层摸团 其他成员会合 此时 潜伏在和之国的 山治 乌索普 弗兰奇等人已经曝光 人打霍金斯 林空六子佩吉万 和X德雷克出动 搜寻山治等人 罗当即决定 先将草莫一会儿 集合一起 万一谁落单被抓了 恐怕潜入归岛 讨伐凯多的计划 要泡汤 佩吉万为了逼出山治 正到处攻击 其他无辜的人 山治听见女士的呼救 不顾罗的劝阻 冲出去和佩吉万战斗 罗这感觉脑人疼 血压好像突然升高了 所以北海人 罗对杰尔玛66的传说 再熟悉不过了 他一眼就认出了 山治的战斗服 这一家伙穿的 可不是网上买的 100多块的cosplay装 是官方验证 百分百正品的 杰尔玛一切黑 没想到 草帽当家的手下 还有这等背景的人存在 罗一番强势解说后 按照山治的吩咐 与乌素普弗兰奇 先行逃走 山治很快与几人会合 罗从合着国早报上面得知 既得从兔景越狱了 预料兔景将会有大麻烦 草帽当家的 可能要倒霉了 没过多久 倒霉的事先轮到罗的头上 因为叛徒走漏风盛 潜伏在民间的奇异武士们 相继被大师的手下逮捕 小忍怀疑 也是罗的手下出卖了情报 罗从未受过如此冤屈 和小忍大吵 山治肿着脑袋跑出来劝架 这家伙 刚刚因为偷看女澡堂 被群偶 小忍要求罗杀了自己的伙伴 以死了风口 对于这种误解 罗十分生气 看着小忍 不要忘了 怀疑自己同伴的事 罗甩手离去 亲自去救自己的伙伴 霍金斯早已等候多时 他就知道 罗一定会现身 两人准备开打 霍金斯掉转刀日 在自己的手上滑了一刀 罗的伙伴下棋 痛他大叫 鲜血从下棋的手上流出来 霍金斯用降头术 将罗的三个伙伴 变成了体身 加上自己的性命 他一共有四条命 霍金斯现在有恃无恐 不管罗多大能耐 他必须要臣服于自己的脚下 经过一份谈判 罗与霍金斯达成交换条件 用自己一条命 换自己三个伙伴的命 如果霍金斯拒绝 罗就当场给霍金斯杀了 连同自己的三个伙伴 一起送去 给阎王增加业绩 就这样 罗被关进了大牢 在于贝博见面后 罗特别嘱咐贝博 不要将自己被抓的事 告诉给路飞 要不然 以路飞的性格 一定会大闹特闹 霍金斯将罗掉下来 与德雷克一起 对罗严性拷打 比他说出和草谷团的计划 此时霍金斯还以为 自己已经掌握了全局 马上就可以向凯德清赏了 但他就算把塔罗牌 翻出火星子 也没有算到 德雷克也是卧底 德雷克临时倒戈 帮助罗干倒了霍金斯 并把罗给放了出来 罗反将一军 因为霍金斯关于他们同盟的情报 霍金斯告诉罗 他和基德都被玩了 阿普本来就是凯德的人 把霍金斯和基德 骗到凯德的地盘 霍金斯没有基德那么刚 他给自己算命后 发现反抗凯德的胜率为零 逃跑率为零 不从生存力为40% 当即投降 跪下叫凯德爸爸 说到这里 霍金斯不得不由衷的 给基德和基拉点赞 这俩人是真的爷们 面对怪物 他们两个一直战斗到 无法动态为止 凯德是个爱财的人 他无法下手杀死基德和基拉 这样的高手 于是把他们关了起来 折磨他们的意志 逼着他们服从自己 罗也不废话 一刀扛下去 然后淡定离开 后面来到基德这边 基德越狱之后 在半路上遇见了 被押送的铜板基拉 此时基德的海龙石手铐 还没有卸下 但基德顾不得那么多 向基拉冲来 试图救下基拉 结果 被一群小兵人当场逮捕 就这样 基德又重新 被送进了兔井 和路飞重逢了 但是 基德对自己的处境 毫不在意 他在意的是 基拉为什么突然 像个疯子一样 不断地大笑 好像中了血一样 基德心疼地流出眼泪 基拉看似在大笑 实则在痛哭 基德大骂 路飞很愤怒 他用拳头来发泄自己的愤怒 奎因将基德和基拉 掉下来 丢进水里折磨 奎因看到路飞 愤怒地浑身发抖 新生一个恶趣味规则 按照旧的规则 只要路飞和暴武郎 离开雷台 下去就会炸飞他们的脑袋 除此之外 奎因临时想到了一个新规则 只要路飞和暴武郎 活着 基德和基拉 就一直泡在水里 也就是说 只有路飞和暴武郎死了 基德和基拉 才会从水里出来 基德和基拉 被沉入水中 路飞怒气直飘声 直接向奎因发起挑战 这时 大骂闯入图景 路飞和奎因 同时吓了一跳 奎因与大骂为了争夺 红豆年糕汤展开大战 撞倒了架子 基拉和基德 幸运从水中飞出来 雷葬趁了混入 将海洛池钥匙丢给了基德 基德与基拉 获得自由身 路飞邀请基德 一起组团打大龙 基德无情拒绝了路飞 因为之前的同盟 遭遇了背叛 基德现在 已经不想和任何人同盟 基德与基拉一起 大骂大摆的走出图景 去营救其他的伙伴 之后 和之国第三步开始 由于突袭归道的情报 被看守郎泄露 因为没等赤脚武士 来到海边时 发现岸边没有一艘船 那些骑军也都没有来 但是为了斩杀凯多 替玉田报仇 赤脚武士 海市依然决然的 踏上了讨伐之路 他们乘上小船 在暴风雨中 向轨道缓缓靠近 途中 潘石狼直接跳狼 当面自爆 是大蛇安插的间谍 解闻们等人震惊至于 突然发现 他们已经被 百出海团的海贼船包围 看来 所有人都得死在这里了 百出海团 对着他们开始炮轰 就在几人绝望之时 百出海团 遭遇步兵炮击 草帽团 及时赶到 等一下 不止草帽团 迪文门几人的小船 被某个不明物体 给拖了起来 红星海资团 极力潜水号驾到 后来这种小船 顶着暴风雨出海 你们是笨蛋吗 紧接着 百出海团的右舰 遭到攻击 尤斯塔斯基德 乘坐维多利亚朋友号 前来支援 超新星三巨头 再次齐聚一堂 连手向凯多 发起挑战 百出海团的小罗 落下陆飞几人宣布了一个可怕的事情 今天不仅是火急之宴 还是庆祝百出海团 和大妈海团结盟的宴会 四皇同盟 闻所未闻 此战的危险程度 可想而知 不过 让大家没有想到的是 三大船长 听闻这个消息之后 表示更兴奋了 为了在大战之前 刷上一波经验 他们争先恐后的 冲上了百出海团的船上 因为这奇怪的胜负域 三大船长直接开大刷兵 罗用入母将孩子船 送到空中 瞄准一个小兵就点了个赞 吉德一招就爆了船上的装备 紧接着找了船长的武器 变身慈禧莫人 陆飞开启四挡 杀人红尘中 脱身白刃里 一圈打过去 在三大船长轮番大招攻击中 海贼船变成了海上的一堆碎片 第二艘海贼船 见状响溜 狂子郎的船赶到 断了百出团小兵的去路 一刀将船斩断 接着 圣平赶到 以藏旺团舵舵手的身份加入团战 吉德和罗算得要死 一些人浩浩荡荡地向归岛进发 实际上武士和毛屁族代表西西里安 就在罗的船上进行作战会议 罗很生气 哪来这些自在手的家伙 太不拿自己当外人了 在节目们详细讲述了作战计划之后 罗非常冷静地指出了计划中的不足之处 笨蛋刚好可以做诱饵 还不是一般的诱饵 是非常能打的诱饵 为了阻止笨蛋 凯特大部分部队都会调去正门 那么 所有山路的防守就会变得薄弱 不过罗认为 从所有山路进攻的士兵应该也作为诱饵 罗用潜水艇带着支架武士从海底出境 再利用入木将大家传送到岛上 大家按照罗的计划分配好了各自的路线 然后 静静等待某些投铁的笨蛋 去吸引敌人火力 果然不出罗所料 吉德和陆飞正着抢着往前冲 吉德的船开足马力绕开草猫团 撂下豪言壮语 我绝对不会把凯特的人头让出去 竟然把吉拉改造成开朗的性格 吉德孩子团都变成了阳光开朗孩子团了 另一边 吉恩门和船子郎分头行动 向归岛左右包抄 罗带着其他武士主力下潜到海中 由水下向归岛后门驶去 罗飞和吉德二人全然不知 他们已经成了罗口中的笨蛋诱饵 二人用充满智慧的眼神互相看了看 奇怪的胜负欲悠然而生 刚一登岛 两人就为谁要打败凯多而争执起来 唯一和罗的预测有点出入的是 还有三号笨蛋也加入到了诱饵队伍 陆飞和索龙很快就把宴会搞得一团糟 引发了骚动 吉德暗中嘲笑他们是笨蛋 自己简直又智慧又低调 没过几分钟 吉德就撞见了让他做梦都想干掉的人 阿普 这回吉德终于忍不了了 既然已经引发骚动了也不唱我一拳 吉德一拳头 结结实实呼在了阿普的脸上 打爆了阿普的眼睛片 吉德一把将阿普拎起来 阿普用音波反击 吉德被刮伤 周围的杂兵很快包围过来 阿普指挥蛮霸者加入战斗对付吉德 暗中还有小兵要向吉德放冷剑 陆飞赶来救场 劝吉德放弃和这些杂兵周旋 直接深入鬼岛对付凯多 陆飞与吉德锁龙一起向凯多的宅敌挺进 一路上三人互相埋怨 陆飞强调 接下来一定要悄悄潜入 不能再像刺痛男吉德那样引发骚动了 阿安普在后面穷追不舍 利用音波远程攻击 吉拉想到好办法 让陆飞三人捂住耳朵 即可破除阿普的攻击 此人继续前进 不知不觉 吉德与陆飞他们分开 与吉拉一起在宅敌内大闹 海底 罗的红溪海豹团强行突入了激流 一番颠簸之后 终于抵达了鬼岛的后门 罗从抢海流的剧烈程度 判断海面上必然也是一片波涛汹涌 如果上湖 机会只有一次 罗提醒船员做好上湖准备 在确认潜水艇所有参数都正常之后 罗一声令下 吉地潜水号在一片巨浪中浮出了水面 眼前就是鬼岛的后面 天空飘下了大雪 鬼岛后面也是一片白雪矮矮 罗带着贝波和另外两名船员 与武士们一起登档 其他船员则潜入水中 等待支援 如罗所料 凯多军大部队已经被笨蛋们吸引到了前面 回到后门一片静悄悄 真是潜入的绝佳机会 罗简单勘探一番 猜测凯多 现在就在第二层房间里 突然空抢增援 猛副舌掌柜和白胡子团队长 以丧赶到 罗带着贝波下棋 佩金 率先一步进入了骷髅宅底 每组多元就遭遇了一众敌人 罗摆平了敌人 被前来增援的武士 早拼障碍 宅底内四处展开大战 罗一个人瞧瞧偷家 潜入骷髅宅底的某个房间 找到了一块历史证文 在玉田城遗址的时候 罗向罗宾透露 自己的真正名字是 特拉法尔加帝瓦提尔罗 罗宾对帝制一族很感兴趣 他告诉罗 红色历史证文是最重要的 那也许是揭开 帝制一族秘密的重要证据 罗眼前这个历史证文 显然不是他所需要的 罗用入目登上穷顶 随即 基德和基拉也赶到 紧接着是索隆 最后是陆飞 极客时代最猛的几位汉将 集合了 无人组集合 报答凯多和大妈 一番激战之后 无人不同程度受到伤害 他们发觉到 攻击对这两个四皇 似乎根本没有用 于是 罗率先提出了 分离四皇 逐个击破的计划 基德表示赞同 那两个四伙站在一起 这里简直就是地狱 可是 凯多和大妈的霸气太强了 罗的果实能力 根本移不动他们 基德笑了 接着凯多和大妈 使出了组合大招 霸海 若不是索隆 舍身抵抗 五个人 恐怕要直接团灭了 分离四皇的作战 迫在眉睫 趁路飞在前面开团 基德制造了一个 磁力小黑屋 罗用能力 把大妈的雷云宙斯 送进小黑屋里 关了起来 索隆与基拉 拖住普罗米修斯 和拿破仑 基德用锚枪 猛咕大妈 大妈回手就是一拳 基德趁机 将磁铁附着在大妈的身上 把他弹射出去 罗操控岩石 重重护在大妈脸上 索隆冲过去 布上一刀 将大妈送下归岛 然而这还没完 大妈掉入水中后 被普罗米修斯救起 制造了新的雷云赫拉 从空中发射惊雷 把基德和基拉 送进了骷髅宅底第三层 在这里 基德和基拉遭遇了霍金斯 基拉留下来对付霍金斯 基德则去对付大妈 大妈在宅底二层 用明光炮干倒了润体 基德来到宅底二层 自信向大妈挑衅 罗提出要与基德联手 对方可是大妈 这一战打得昏天暗地 基德和罗各自展示了 自己的果实觉醒剂 罗瞄准大妈的后背 在战场上居然敢背对我 罗一刀刺穿了大妈 穿透是没有痛感的 罗在刀中注入能量 大妈惨叫一声 从赫拉上跌落 基德制造出瓷器大魔牛 把刚刚爬起身的大妈 直接碾压过去 这个世界上 根本没有所谓的无敌 所有的胜败 只不过是水滴石穿而已 大妈也使出了 最终的超级大招 模仿炮三千里 模仿炮一出场 就给了基德一套连招 打得基德怀疑人生 为什么只打自己不打罗 罗操控房屋 压倒在大妈身上 接着再次使用K入木 这一刀从归岛 直接透过了 合制国地下深层 这一次的冲击波 几乎要了大妈半条命 同时也震出了一条深坑 这就是罗给大妈挖好的坟 大妈浮在深坑边缘 基德跳下来 使出最后的技能 电磁炮 大妈最后还想通过灵魂皱纹 与周围的人同归于尽 罗展示了另一项终极技能 模仿卡拉松的 寂静果实能力 阿如姆 你临死前的惨叫 肯定很难听吧 罗伊寂静屏隐 屏蔽了大妈的灵魂皱纹 大妈在一片可怕的寂静中 独自一人坠下归岛 基德与罗的合制国卖游记 到此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内容 再见 草盟团三大战力 在归岛的精彩表现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今天就来带大家看看 草盟团其他成员的归岛表现吧 草盟团登陆归岛后 经过几位门的变装技能后 关注了百数团统一制服 陆菲为了和基德竞争 率先离队 独龙表示 陆菲去了一定会惹大麻烦 我去加入他们 弗兰奇搬出了秘密武器 士兵船务4号黑犀牛摩托车 以及士兵船务5号晚龙坦克 率先停在罗宾面前 没想到被布鲁克抢先 弗兰奇明显很不高兴 雷走前 弗兰奇交代乔巴 在岛的后面会合 进行机器人合体 然后一扭右门 犀牛摩托就奔跑起来了 真凭与罗宾步行前进 乔巴与乌索普 驾驶宛龙坦克 随大部队电后 不幸遭遇大麻 大麻在短暂的大脑离线后 突然消失的记忆 死回复燃 咆哮着冲出来 乔巴吓得四体横流 乌索普把油门踩到底 拼了命地逃跑 还好跑得快 不然就变成了大麻的收藏品了 可是躲着也不行 为了完成与新牛摩托的合体 乔巴和乌索普决定 闯出去 两人摸起配合 灭了敌方一个连队 可大麻从天而降 泰山压顶飞下来 乌索普紧急刹车 大麻丢下炸弹 将碗龙坦克先飞 乌索普趁机对大麻 近距离射击 一炮呼在大麻脸上 乔巴向大麻嘴里 扔出一颗手雷 伤害迭家 一番操作后 两人驾车疯狂逃跑 暴怒的大麻在后面狂追 追上了就让你嘿嘿嘿 眼看大麻就要追上了 乌索普吊斩炮口 一边战术性撤退 一边炮击大麻 然而大麻念出了灵魂咒纹 那一刻 乔巴和乌索普 仿佛看见了太爷 就在他们两个 要成为战场上 第一和第二位牺牲者时 不论米修斯远程呼叫大麻 甚至发现了 拐走咒词的女人 也就是纳梅 大麻放弃了乌索普和乔巴 向宅邸赶去 乌索普和乔巴 马上驾驶着 已经变形的玩弄坦克 去找弗兰奇会合 半路 而误入了 蛮霸者的聚集地 被蛮霸者抓在手里 当手把劲把玩 连人开大马力 挣脱蛮霸者 转世对蛮霸者进行炮轰 一阵浓烟升起 连人都以为这边一定稳了 然而没想到 榴弹炮打在蛮霸者身上 比刮沙还轻微 蛮霸者抓起战车 当骰子 乔巴和乌索普 脑僵子都被摇晕了 纳梅和加洛特 远远看见大麻来了 转世逃命 但在通往表演层的时候 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大麻那边呼叫宙斯开战 却迟迟不见宙斯回去 十分愤怒 追上去 意外将宙斯夺走 拼命令宙斯杀死纳梅 此时 一阵机车的轰鸣舍 伴随着歌声 游远而近传来 宙斯准备对纳梅下杀手 布兰奇驾驶的机车 直接冲出来 碾压在大麻的肥脸上 布鲁克力忍出笑 把宙斯斩成两局 帅就完了 纳梅感动爆哭 布兰奇简直 帅上了天界 大麻扛着皇帝剑 俯视着云云众生 布兰奇自信的 来一波自我介绍 那没催促而人逃跑 对方可是四皇啊 布兰奇微微一笑 拒拒四皇 所以就要逃走吗 我布兰奇从来不打低端局 布兰奇驱立大招 游离激光树 蛮霸者捧着钢铁骰子 碗龙战车走进战场 布兰奇转身 用游离激光树 攻击蛮霸者 拿到了碗龙坦克 大麻在弗兰奇的头顶 举起皇帝剑 顺平老大剑步跳出来 抓住大麻的胳膊 顺平的过剑帅 配合罗宾的招式 把大麻送去了下一层 镜头回到弗兰奇 众所期待的时刻来了 弗兰奇非常有仪式感的 呼叫了乔巴司令官 这是属于男人的浪漫 乔巴和乌索伯就算死了 也得从棺材里爬出来 见证这些时刻 钢铁海贼 弗兰奇将军的对戒仪式 草猛团齐聚在表演层 陆菲急着去找凯多 佩奇万和润提出手阻拦 乌索伯立刻用弹弓予以回击 并且模仿纳美的声音 挑衅姐弟俩 成功将这两头恐龙惹炸毛 不顾一切追杀二人 乌索伯和纳美一边跑 一边大声道歉 恳求对方原谅 润提要求纳美撤回陆菲的话 要成为海罪王的话 只能是凯多 但这是原则性问题 纳美和红素普果断拒绝 结果更激怒了恐龙姐弟 乌索伯这人能处 有事的真跑 润提去追纳美 佩奇万追击乌索伯 没跑多远 润提就追上了纳美 纳美用天后棒反击 润提一发头锤将纳美打倒 乌索伯感到吸引了润提的火力 润提一头撞过来 乌索伯一阵眩晕 少女杀手乌索伯 本以为靠这招能困住润提 没想到佩奇万谁声赶来 帮助润提脱困 润提再次使用头水攻击 脑震荡了吧 润提执着的威胁纳美 否认陆飞成为海贼王 纳美吓得娃娃大哭 一边哭一边可怜兮兮的说 还和这时 百兽之王小玉 骑着狮子狗赶到 狮子狗一口咬住润提 救了纳美 狮子狗载着纳美和乌醋谱 逃离现场 润提姐弟穷追不舍 小玉一面跑 一面给沿路遇到的给负者 喂食丸子 历史上称这一事件为 糯米团子大作战 表演层 奎因使用了 传染力极强的生化武器 一栽弹冰鬼 表演层变成人间地狱 乔巴从布鲁克身上 得到了制作解药的灵感 并很快研制出了 湿菌体解药 此时暴武狼也感染了冰鬼 马上就要失去自我意志 他面临通梁 在自己失控前 把自己杀死 乔巴及时赶到 倒下留人 乔巴从刀下救下暴武狼 给他服用了解药 暴武狼身上的冰鬼病毒 迅速消散 接着乔巴一声令下 启动了失菌体雾炮 集体雾化吸入 以病毒克制病毒 所有人身上的冰鬼都解除了 奎因苦心研究的冰鬼 在乔巴这里 只用几十分钟就给破解了 奎因大怒 但是乔巴更愤怒 原因有二 奎因将病毒用在战争中 还有就是 奎因叫他狸猫 乔巴吃下篮木球 变身巨弱 100倍率的悬赏剑 打11倍率的架 冲上去给了奎因一个大皮痘 奎因用机关枪扫射乔巴 乔巴灵活躲开 跳起来又是个大皮痘 然后骑在奎因头上 怒吹天灵盖 原本乔巴还能和奎因 搜了一阵 没想到 黑罗斯黑罗意外来到战场 从身后暗算乔巴 即便这样 乔巴还是忍痛 又给了奎因一拳 把他重重打倒 在与奎因力量的较量中 乔巴完全不虚 举起奎因就摔 不过 负背受敌的感觉并不好 况且此时 蓝波球的时效 马上就到了 曾经变态科学家凯撒 帮助乔巴改连了蓝波球 将变身时间 从三分钟增加到了三十分钟 药效增加了十倍 相对的副作用也大大增加了 乔巴虽然是团宠 但他有着保护同伴的责任心 带着这样的负担 乔巴一个人 硬是扛了奎因和佩罗斯佩罗的夹击 终于挺到山志前来救场 弗兰奇将军 从表演层引开蛮霸者 当遇了提姆率领的装甲部队 弗兰奇将军 用一身高端武器开战 提姆挡在士兵面前 变成三角龙 弗兰奇有种感叹 弗兰奇有种感叹 弗兰奇自信地告诉弗兰奇 恐龙乃实际存在过的最强生物 哎 你把凯多放在什么地方了 弗兰奇将军 绣了一下钢铁肌肉 提姆野蛮发起野蛮冲撞 弗兰奇将军 突出抓住提姆的两只脚 令人陷入力量的笔片中 弗兰奇将军 拨开提姆 用左手激光枪扫射 提姆使用人海战术 周围的小兵们一拥而上 将弗兰奇将军缠住 提姆向弗兰奇将军 发起野蛮冲撞 这时纳梅三人突然出现 他们身后跟了一大群给负者 弗兰奇将军还指望伙伴 能帮自己一把 看着后面一眼望不到头的人海 弗兰奇有些绝望 无数不和纳梅哭着尖叫 提姆命令所有给负者 堵住敌人去路 小于妙无表情 给了提姆一个大佬蔑视 身后所有的给负者 一拥而上 帮助弗兰奇将军脱困 这时 润提和佩吉万也赶到 与提姆形成了 前后夹击的包围圈 纳梅使用雷云攻击 把润提从空中击落 无数不撑这个时间 利用团子 把提姆装甲部队全部策反 这下 就只剩下弗兰奇将军和提姆 一对一单挑了 跟力量耐久度 弗兰奇将军绝对不许恐龙 以被调帅 寄予提姆重击 最后 以出差版势火炮 配合游离激光术 解决掉了题目 纳梅三人继续向表演层赶去 恐龙姐弟不肯放弃 一路狂追 佩吉万这个家伙 皮厚得很 雷电动的防御住 佩吉万死死抓住狗子的尾巴 乌斯伯和纳梅 对着他的脑袋痛扁一顿 小玉的目标是表演层 在那里号令 所有吃下团子的给付者 那样就可以一瞬间 扭转战局了 再看佩吉万这边 实在太耐打了 乌斯伯和纳梅 拿他根本没辙 活该他们命不该绝 突然天降大妈 大妈听小玉说 简陋村被摧毁了 怒从心起 把所有的怒气 都发泄在了佩吉万身上 你们这些家伙 大妈一拳秒了佩吉万 并使用超级大招 明光炮 怒哄欺负小玉的润体 宙斯此时赶到 不过大妈此时已经有了赫拉 于是无情把宙斯抛弃 最后还是纳梅 心思善良的收留了宙斯 宙斯的灵魂 于是寄宿在 纳梅的天后棒里 纳梅正式拥有宙斯 人体此时已经重伤 纳梅与乌索博联手 展示宙斯的新能力 终于彻底打倒了润体 而罗里克星乌索博 用绿星恶魔 复活了宝皇 利用宝皇的能力 把小玉的命令传向全岛 所有持下团子的给负者 统统被侧反 其决和凯德军的战力 来了个大反转 另一边 甚至遭遇黑玛丽亚的折磨之后 因为自己实在无法 对女人出手 只好向罗宾求助 一战长的功夫不到 罗宾和布鲁克便赶到了 罗宾一个巨大耳光 把黑玛丽打到吐血 布鲁克以皇权寒冰剑 冻进了山之身上的蜘蛛网 山之陀困 奔向下一个战场 黑玛丽沦入道制造大火 布鲁克灵魂出窍 用皇权寒冰冻了沦入道 并一瞬间 把一整层的火焰 全部冰冻住 此时 黑玛丽还不知道 事情的严重性 他以为捉拿罗宾 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 是用POA的方式 让罗宾自行溃败 罗宾根本不是这套 草帽团的伙伴们 是绝对值得相信的 没有人比他们 更加互相了解 罗宾以花花果实 化身巨人肾 与巨大肾形的黑玛丽对打 黑玛丽用毒液 配合蜘蛛网 暗塞罗宾 见罗宾失去作战能力 黑玛丽套上织糊 狠揍罗宾 万万想不到 罗宾也会开大 直接辨识恶魔形态 黑玛丽吓得压麻呆住 罗宾缠住黑玛丽的手脚 以绞杀技 虐杀黑玛丽 黑玛丽在一声声 惨叫中落败 而圣平护送路飞 去穷宾丽 与锦门等人会合 白鲁遇上了 灵宫六子福字符 圣平留下了断后 路飞继续前进 福字符当年在CP9 是号称能力 护出罗布路奇的存在 只是时运不济 压松的恶魔果实 被红发团劫走 自己也沦为奸下球 最后加入了百兽海贼团 福字符把这份怨恨 夹在了路飞的身上 他站在高处 举高零下 用牙枪远程攻击圣平 圣平在陆地上的速度非常快 福字符将爪子和牙齿 覆盖上武装侧 呼向圣平 圣平一手臂 倾住了福字符的血痕大口 圣平把福字符整个闲翻 大头朝下将福字符撒倒 接着用手掌甩出水滴攻击 福字符躲开水滴 感到圣平真的是吓死手啊 不过无妨 除此是把命搭在这里 福字符也急于和圣平八卦一番 他的心里有一个疑问 希望得到答案 关于解放奴隶的战士尼卡 到底是真的还是传说 被奴役的愚人族 应该知道一些关于尼卡的答案 圣平一听奴隶二字怒爆怒气质 摆在了福字符的手腕 然后以霸气抵消了福字符的攻击 接着 黑一角踩在福字符的尾巴上 圣平隔空一拳 瞬间秒掉福字符 至此 桃马孩子团的轨道表现 全部盘点完毕 最后做个总结 布兰奇单杀替木 圣平秒杀福字符 罗宾打败黑玛利亚 纳米和乌苏普 在大妈的帮助下 打败润提和佩吉万 乔巴更是勇 解决了冰鬼病毒 还一个人单挑奎因和佩洛斯佩罗 虽然没有打赢 但是已经很勇了 而布鲁克则全程打辅助 鲁菲打败凯多的过程 到底有多惊险刺激呢 今天咱们一次性看完 鲁菲一会登陆鬼岛 结人们利用变装能力 将诸人伪装成白蛇团的小兵 几千人浩浩荡荡荡 进入了鬼岛斋地 结人们特意交代 低调形势 避免不必要战斗 但鲁菲根本没听进去 生怕吉德抢了自己的风头 跟着吉德一会儿 混进了白蛇团的宴会中 终于罗嗦料 有两个问旦 会自觉打钱这做诱饵 鲁菲在寻找吉德的路上 被美食阻止了去路 拿起肉腿 准备享用的时候 他们的小喽喽突然作死 一边炫耀这些 从桃圆农园里 丰收而来的特供食物 一边大声嘲笑 简陋村那些 穷得吃不上饭的民众 鲁菲送到嘴边的肉停路了 脑子里都是小玉和简陋村 像小玉这样一年到头 吃不到一次饱饭的人 有大把 然而眼前这些人渣 却随意糟蹋着新鲜的食物 路飞一想到小玉 他就气得浑身发抖 路飞捏了捏拳头 举起年糕小豆汤的汤筒 直接表演一个龙溪水 周围正当的人群 顿时安静下来 呆呆地看着路飞表演 以前只看过有人炫酒 炫小豆汤还是第一次见 这东西有这么好吃吗 是啊 很好吃 没有比这更好吃的东西了 路飞狂炫几桶小豆汤 肚子撑得圆滚滚 小罗罗挑衅式的走来 一脚踹翻了小豆汤 路飞直接三挡走起 承受直接伤害的小兵 几乎被压成了年糕饼 说好的偷偷潜入 结果变成了大乱斗作战 成功引起了所有人的关注 混乱中 安普认出了索隆和路飞 立刻向奎因通报了情况 奎因通报全场 刚好自己要除掉 凌空六子中的某一个人 谁拿下路飞和索隆的人头 谁就是下一个凌空六子人选 安普动手 原成偷袭路飞和索隆 索隆夹着路飞就跑 积德驾到救场 暴打安普 路飞和索隆 摆脱了麻烦 继续赶路寻找凯多 索隆带路果然迷路了 一刀砍下去 捅了敌人窝 两与小洛洛打成一片 成群成片的小洛洛 向二人冲散 路飞独自一人 跑着跑着 撞见了不将礼的地控润提 润提和佩吉万姐弟俩 上演了一出碰瓷表演 只可惜 润提直接动手 以头锤猛撞路飞 路飞毫不示弱 与润提对撞 路飞被撞进地板下面 润提与佩吉万 双双变成恐龙 路飞与润提比试几招 抓住润提的两只脚 把他摔倒在地 佩吉万从身后袭来 路飞三挡向枪将其打倒 看到心眼的弟弟被打 润提大怒 抓住路飞的两只胳膊 一头锤把路飞砸得眼冒紧性 路飞刚变成四挡 大合驾到 一招雷鸣八卦怒吹润提龙头 与大合分开后 路飞伙伴们重聚首 接着向穹顶战场赶去 另一边 小鱼从纳美那里知晓 艾斯竟然是路飞的大哥 可是谈到艾斯的死 路飞竟然那么淡定 自己当时还怒斥路飞 根本不懂艾斯的温柔 现在想想 这是后悔啊 在另一边 大合对艾斯的回忆中 想起了艾斯对路飞的评价 我的弟弟路飞 是要成为世界第一的那个人 那个时候 大合清晰地看见了 路飞梦想的终点 那是伟田埋藏了多年的悬念 而这的路飞 到底说了什么 让艾斯惊讶 让萨伯大笑 路飞说了和海贼王罗杰一样的话 那是连玉田都大为震惊的话 让艾斯和萨伯都无比坚信的话 与此同时 路飞终于攀上了穹顶 直面的世界之巅 四皇凯多 以及四皇大妈 路飞静止走过两座大山 看到众伤的警员们 怒气点瞬间叠满 一刀炸雷劈在穹顶上 三刀向枪缠绕流鹰霸气 路飞瞄准凯多 迎面就是一拳 凯多吐出一口陈年老血 有些不可思议 路飞的拳头竟然打伤自己了 在酒里干架的时候 那一套行酒拳 凯多记忆有心 比刮杀还舒服 短短几日 这小子到底经历了什么 凯多站起身大笑 小子啊 看来你是真想和我拼一下 等我凯多拼 你有这个实力吗 凯多和路飞同时爆发霸王色 突然凯多微微一笑 路飞立刻遇见了凯多接下来的攻击 在凯多轮起蓝牙棒的瞬间 路飞躲开了他的攻击 但是凯多的速度真的太快了 虽然路飞遇见了未来 但还是被凯多的霸气刮出了血 大妈偷袭 索罗一刀展开普鲁米修斯 凯多趁机绕后 就将辅助罗移开路飞 凯多一棍子全力打击飞狮子 路飞罗基德 就谁是低等海贼展开一番讨论 基于男人的胜负欲 三人用脸应接了大妈的火焰 路飞变身四挡 大乱都开始 凯多大笑 这群家伙简直就是怪物呀 路飞冲上前 帮忙三拳把凯多击飞 基德和罗紧跟着接续出招 凯多化身巨龙 腾空而起 他和大妈撂下狠话 一旦路飞他们输了 他们的伙伴 他们的宝藏 他们收藏的历史证文 所有的一切全部会被抢走 凯多冲向空中 从嘴里吐出锋刃 路飞仅仅迅速切入后排 路飞一发猿王回旋弹 猛爆凯多龙头 接着基德将凯多摔倒 罗平借着医生的直觉 一发夹马刀 托伤了凯多的心脏 很快大妈一加入到团战中 以雷电将中人打倒 唯有路飞免疫了 大妈的闪电风暴 凯多一发热息 路飞揪住凯多 就是一顿暴打 好家伙 光做凯多不做大妈是吧 小样还挺绅士 凯多很吃劲 路飞顶不住了 一口气没上来 四当解除 接下来十分钟 路飞都无法使用霸气 暂时退场 索隆等人齐刷刷 补上空位 围着凯多狂丢技能 这里多亏索隆 舍命保护路飞 十分钟才终于撑过去 路飞满撞的复活 凯多变身人兽形态 防御更高 攻击更强 路飞连续无脑冲 与凯多对拼体力 四皇的单体作战 太强大了 更何况 现在是两个四皇联手 胜率几乎未零 一个霸海 开始将路飞几人打团灭 罗提议 进行四皇奋力大作战 诸葛击破才有胜算 索隆以自己的身躯 为大家争取到了机会 自己重上倒地 路飞愤怒一拳 凯多倾诉夺过 转身就是一棍子 把路飞打翻 路飞与凯多进行单挑 巨大的震动 波及了整个鬼岛 凯多一棍子撒下来 路飞单手臂 扛下凯多的攻击 接着一拳 把凯多击退 我还有必须做的事凯多 那就是打倒你 路飞爆发 撤斧在流英的霸王侧 带头冲向凯多 凯多立刻予以回应 双方在空中激战 接着其他人 纷纷加入大乱斗中 接着与罗抓住路飞的手臂 将他抛出去 路飞接力直击凯多 一拳夜火 攻击凯多余塞 凯多扛下路飞一击 跳上空中 一棍子砸在路飞头上 将路飞砸晕 路飞与凯多激战的同时 罗等人正合力为由大妈 经过一番战术配合 大妈被成功赶下鬼岛 索隆舍命用大招 砍上凯多 接着与罗双声退场 冲进成为了凯多与路飞的 单恋战场 路飞放下狠话 要想揍飞凯多 必须要将流英 运用到炉火纯青 光武朗老爷子 穿出自己流英时强调过 不是有蛮力 那是一种 可以像看不见的铠甲一样去防御 也可以转化为攻击的强大力量 更上一层的话 缠绕的霸气 可以进入敌人体内 化为从内侧破坏的强大力量 路飞意识到 自己打在凯多身上的流英 还是太浅了 要破坏凯多那层 坚不可摧的龙鳞 唯有将霸气注入他的体内 路飞在挨了凯多一棍子之后 发现 凯多的攻击 缠绕的是霸王色霸气 凯多沉默半傻 霸王色霸气的气浪 由下而上升起 整个大地都在摇晃 凯多来势汹汹 路飞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他在回忆自己的败北 回忆自己陷入绝望时的感觉 那些被凯多痛揍的画面 在路飞头脑中快速回放 体内的霸气仿佛觉醒一样 就像樱花在体内绽放 全身的霸气 快速向两拳和两腿汇聚 凯多的一棒子撒下来 路飞突然转身 两股霸气碰撞 力量从缝隙中迸发出来 这一次 路飞没有用肉身 接下凯多一击 他的刘英在自己和凯多之间 形成一道防御壁 刘英将凯多的攻击 直接弹开 路飞急线绕后 凯多再次击触狼牙棒 路飞将霸气汇聚拳头 刘英被路飞注入凯多的身体里 凯多爱好一声 身体变成K字形飞出去 路飞一拳划破天际 这一招卢山生龙霸 真经罗一百年 掌握刘英之后的路飞 自信了许多 空手接下凯多一棍 煞时天崩地裂 路飞从天而降 一拳头一火手枪 直接凯多面门 凯多随即一棍子 吹在路飞的身上 路飞迎面奔来 凯多当头一棍 路飞硬扛下来 一番对打后 路飞再次倒地 凯多一棍子敲下去 路飞就微笑着站起身来 凯多跟着大笑 有趣 太有趣了 两人接来对打 凯多打得畅快灵敌 不知不觉进入了妄我境界 突然一天的路飞消失了 原来路飞早就已经被击落穷顶了 凯多摇摇头 自己头脑发热 打得太乳迷了 一看砍下那小子的脑袋 宣告胜利才对 否则大家都会认为 一定是路飞赢了这场战斗 路飞与凯多的第一场战斗 胜利者凯多 路飞坠入海中 被罗的船员救上船 眼看路飞硬堂发黑 好像要挂了 众人束手无策 倒在路飞生命力顽强 吐出一口水后 脸色慢慢恢复 张口第一句就是肉 同期海豚团把路飞送到 和之国的岸边 把船上所有的干粮都喂了路飞 路飞的肚子还是咕咕叫 好在这时候 卡里布低调路过 他还指着抱路飞大腿呢 要是路飞就这么挂了 自己逃出圣地的愿望 也破灭了呀 抱着合作共赢的目的 卡里布拿出了 自己储存的食物 路飞吃饱喝足后 乘着逃之猪变身的粉色巨龙 再次登上归岛 第二场战斗打响 凯多发出龙吟 扶摇直上 然后便是成为人兽形态 一棍子抡出去 电闪雷鸣 路飞将流音汇聚在拳头上冲向凯多 既然我还活着 那就有无限的可能 路飞的拳头 与凯多的狼牙棍 隔空碰撞 霸王色的波动 让穹顶地动山摇 两股力量直冲陨霄 炸开了黑压压的乌云 绞结的月光洒向大地 这情景就是大河 在玉天的寒寒日志中看到的 当年白胡子与罗杰激烈对峙 天都裂开了 兄弟之下传来噩耗 大妈战败 凯多久就上头 眼面大哭 明明说好 我成为海贼王 你成为大海之王的女人 怎么先离我而去 路飞没有心情听凯多续道 直接开启四挡蛇人模式 趁你病咬你命 全都入雨点狂砸凯多 在拐弯的拳头 噼里啪啦落在凯多的身上 凯多几乎硬扛了 路飞击百拳头 好法无损 体真的太厚了 凯多抡起狼牙棒回应 霸王色激烈碰撞 连而谁也没讨到便宜 双双被击退 路飞继续用神心拳输出 凯多被揍得大叫哑麦蝶 酒后失态的凯多 彻底颠覆形象 差点从精神上击垮路飞 路飞狠狠给了凯多一拳头 凯多摇晃着巨大的神区 凯多发动剑文色霸气 变身龙形态 前而一举躲开了路飞的拳头 一口咬住路飞 将路飞带上空中 吐出路飞 凯多一口火炎喷射出来 整个砸在路飞的身上 火柱贯穿了鬼之岛 路飞摆脱火焰 重新跳回鬼岛 此时路飞已经到了极限 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多久 凯多喷出连射火球攻击路飞 必须尽快打倒凯多 一想到小玉 想到核着过哪些吃不饱饭的人们 路飞就怒火中烧 路飞举起超级巨大的拳头 砸向凯多 正中凯多龙头 紧接着路飞向凯多冲血 准备补刀 必须乘省追击 直接把凯多放倒才行 凯多变身人手形态 轮起拉牙棒 凯多一棍子把路飞砸得泄气 不过 路飞还没有失去意识 拼命把泄出去的气塞回嘴里 勉强维持住四挡形态 不过看样子 也只剩下三成功力了 这是最后一拳了 上败再次一举 一拳定乾坤 就在两人马上互对大招的时候 CP0脚剧难出现 缠住路飞 凯多当头一棒 把路飞打断了气 凯多宣布 路飞彻底败北 其一局失败 但绝望之际 心跳一样的咚咚声响起 解放的鼓点声传来 向着瞪大了空洞的双眼 看向何之国 这和鼓点一样的心跳 太熟悉了 我听见了解放的鼓声 这可时隔八百年的声音 凑不了 他就在那里 路飞的手抽搐一下 身上飘出灵魂一样的白色烟雾 头发也逐渐变成白色 嘴角上扬 露出恶作剧一般的笑容 推倒的球宁 像Q弹Q弹的布丁一样抖动起来 路飞站起身 摇摇晃晃 明明已经输了 明明已经不行了 为什么我还能站起来 突然心情变得愉悦起来 愉悦的感觉像喷泉一样 止不住涌出 路飞抑止不住 内心的躁动 大笑不止 霸王色相音不一样扩散出去 路飞哈哈大笑 癫狂了这种感觉 真的太奇妙了 这个时代名为妮卡 橡胶果实 有名动物系人人果实 幻兽种 妮卡形态 那是让五老星都害怕的果实 拥有超人系果实觉醒的特性 以及动物系果实的变身 解放战士有名太阳神 妮卡 是世界上最匪夷所思的能力 此时的凯多正在宅底内耀武扬威 丘尼突然外溢的霸王色霸气 涌入宅底内 给了凯多一个霹雳 小龙龙们一个接着一个晕倒 凯多懵逼了 突然一个巨大的拳头砸进来 然后抓住凯多的身体 将它扯回丘尼 路飞的身体变成大力水手 二号不说 先打凯多一套 凯多被揍得眼冒金星 小鸟飞舞 话风变得有趣灰险 路飞抱起凯多 来回猛杂 凯多头上鼓起大包 眼冒金星 路飞在地上打着滚 哈哈大笑 凯多张开血喷大口 活泼在口中闪烁 路飞弹到空中 双手抓住地面 地面像橡胶一样被扯了起来 反射了凯多的热习 凯多眼看着冲击波 被反弹回来 糊了满脸 一口黑烟 从凯多嘴巴里喷了出来 路飞捂着脸 仰头大笑 从橡胶人的觉醒 终于站在了巅峰 路飞笑得直拍肚皮 凯多打过那么多场硬仗 从未见过如此夸张搞怪的战斗方式 凯多扑向路飞 一口将路飞吞进嘴里 路飞变身肌肉猛男 将凯多的嘴巴撬开 结果没能诱过凯多 凯多一仰头把路飞吞进肚子里 这下路飞更开心了 在凯多肚子里肆意施展拳脚 路飞的身体裹成气球 把凯多撑得浑原 接着路飞直接穿破了凯多的眼球 抓住凯多的鼻子 从凯多的嘴里逃了出来 飞进云层中 雷云中显现出路飞巨大的身影 居然路飞踏破乌云 在空中与凯多对打 把凯多当成橡皮筋跳绳 简直太胡闹了 又是一番混战 路飞累得气喘吁吁 凯多表示 刚刚的表演很是有趣 结果还是到极限了 路飞嘴硬刚准备再战 突然头发变成了黑色 武当解除 接着容貌迅速衰老 大概是武当的副作用 变成了一个小老头 路飞耗尽了力气 但凯多也到了强奴之末 路飞支撑着自己干瘦的身体 嘟嘟缩缩的站起来 现在还不能结束 路飞再次开启武当 路飞突然爆发 地面堆起浪潮 跟着跳动起来 路飞做出起跑的姿势 整个地面给卷了起来 路飞奔向凯多 凯多闪现到路飞身后 一棍子砸向他的脑壳 路飞疼得狂奔 凯多追上来又是一棍子 直接把路飞砸进了地面 地面跳动着 把路飞弹起来 弹力创一的地面 分散了凯多的力量 路飞却如鱼得水 掀起地面 直接扣向凯多 接着 路飞瞄准凯多的面门 一拳打过去 把他的五官塞进脑干里 打得凯多怀疑人生 惊恶地看见路飞 你小子到底是谁啊 路飞与凯多同时爆发霸王色霸气 天空中电闪雷鸣 凯多举起狼牙棒冲向路飞 凯多一套狼牙棒乱打 路飞身体变成球状 全都像冰雹一样砸向凯多 凯多一口千年老血喷出来 路飞使出车轮跑向凯多奔去 凯多抡起狼牙棒 坏风风刃发射出来 路飞这感觉胯下一凉 快点就变成公公了呀 接着路飞双脚踏进地面 接着地面的残力飞向云层中 路飞蹭到凯多面前 一个紧急刹车 闪电被路飞橡胶化 路飞手握闪电 雷神降临 以凯多之矛 戳凯多之盾 路飞将雷电丢向凯多 一炮轰塌了凯多脚下的地面 这匪夷琐瑟的招式 连凯多都忍不住吐槽 真你妈离谱 但是无党的战斗 没有最离谱 只有更离谱 天空中万雷像网一样照下来 凯多只感觉一束刺眼光芒 由远而近 嘴脸护上来 把凯多打得一脸懵逼 移动闪电风暴 把凯多劈了个外角里嫩 雷电光束变成一道结界 最后又直接中心 劈下最后一个大招 路飞抓住 归到骷髅宅底的断角 飞过来 狠狠给了凯多一脚 紧跟着又是一拳 凯多承受了落地的冲击伤害后 又被充满弹力的地面 回弹至空中 凯多一口热吸 嘴脸喷射 路飞惨叫着飞出去 抓住空中 橡胶化的闪电 绕了几圈后 又飞向凯多 凯多迎面袭来 两人的霸王色对撞一起 路飞似乎对胜利很有自信 而凯多的脸色非常难看 节奏也被路飞带乱了 凯多双手抡出狼牙棒 一棍子把路飞打入空中云海 路飞一个云中探月 将雷电撤出云层 周围的雷电全部聚拢过来 路飞带着天雷滚滚 瞄准凯多一套闪电五零边 凯多狼狈逃算 路飞大笑 凯多表示 随你怎么闹 凯多双眼冒出杀戮的红光 追上路飞又是两棍 把路飞砸在转眉眉的地上 路飞弹回空中 凯多趁势又追上来 这个世界很奇妙 就像罗杰 并非果实能力者 路飞睁大双眼 凯多突然逼近 路飞连忙做出防护状 凯多一棍子抽过去 一束紫粉色闪电直冲云霄 云海中掀起千层巨浪 巨大能量吞入云层 但还没有结束 路飞深陷云中 长车的手臂招住凯多的凶打击 凯多变身巨龙 以龙卷坏风 攻击躲在寄云中的路飞 路飞死死抓着凯多不放 云层突然剧烈翻滚 突然一个巨大的拳头冲破云层 出现在鬼岛的上空 路飞的拳头比鬼岛还要大 凯多不愧为四皇 丝毫不怂 凯多从口中喷出火焰 逼退路飞 接着他扶摇直上 烈焰包裹全身 路飞拨开火焰 我要把你打到十八层地狱去 路飞去他的拳头砸下来 凯多以超高温火焰回应 任何天空爆发出金色的光芒 连鬼岛都被照亮了 路飞的拳头以雷霆之势砸下来 整个鬼岛崩溃分离 靠着若在关键时刻终于制造出燕云 凯多的火龙大具张开血焰大口 死死咬住路飞的拳头 强者生 弱者死 极限拉扯之下 凯多的火龙破碎 路飞的拳头击溃了凯多 凯多身上的火焰消散 路飞巨大的拳头正中凯多龙头 凯多B一拳打下鬼岛 中中坠落在和制国海岸 回到大战就此终结 供应新的四皇路飞